來吧 全攻硬 geo賽 各位觀眾歡迎回來收看 WC浴德 consuming 冗季賽 歐洲區的基軸賽 我們今天主播AZ 我是 Fruit 那是 感覺上 我們的溯光終於出現了 神終於 眷顧我們 剛剛那個 完蛋了 剛剛有人說要去睡覺 那個我看起來是不太妙 我看是要趕快起來喔 感覺是沒有要進行 多人混戰的橋段 我看那個多人混戰 也是比較晚的啊 再玩下去 他們可能也扛不住 他們那邊 他們怎麼可能扛不住 他們人多了跟卡車 遊覽車都可以坐滿 怎麼能扛不住 他們可以坐滿一個Uber 可以坐滿一個Uber 那個家常型的旅車可以坐滿 可以可以 他們大概有五六個人吧 肯定是沒問題的喔 肯定沒有問題 休旅車坐滿滿的 看起來是沒有要進行這麼多人混戰 說不定可以開一台小巴 大概12個人 小巴士 他們每天都這樣 每天 這怎樣老司機喔 每天都在開車 可以的啦 你看那個Uber Marine老司機 每天開車開到 第三名的不錯了你知道嗎 也是也是 YES NOFF TODAY 4點32分 好啦算了 我們的 爆先生 我又要搞事了 還又要搞事了 沒有啦他說沒有FA今天啦 對啊 什麼時候告訴我呢 兩分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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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他兩分鐘後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搞不好踩就咻就不見了 他們真的是天才耶 他們怎麼會東西都是突然在跟人家講 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好 突然蠻懷念 去年的製作方的 可能是少了一些人吧 去年那個真的是 至少他都按照流程內 雖然說 雖然說中間也是 有時候會有一波三折 但是至少我們都是有心理準備的 你不能今天想到什麼就做什麼啊對不對 對不對 好這邊 我們今天把這個爆血炸了吧 哈哈哈哈 很燙喔 來 把那個現場我們再做一個那個爆破藝術 很燙很燙 直播爆破 說不了咧 好啦 這邊畫面上啊 我秀出了這個 歐洲區的 本次啦 WCWINTER的積分以及獎金 說氣是氣啦 但對不對 比賽還是要繼續看下去 依舊精采 對不對 可以啊還是可以啊 至少這兩個 最後這個DVD是真的好看的 沒錯 也好加在不用再看 再看一輪機械化你知道嗎 真的是要感謝誰我 真的感謝誰我 真的感謝誰我不用再看一輪機械化 誰我回來了好不好 誰我重回了舞台 又在這個決賽賽場上 上次講就SG 還不好說 這個小老弟有可能要把 也是有可能把他 我知道 就是上次在WSG跟Ian都失禮了 這次 來到了歐洲區的舞台 面對到自己的小老弟 對不對 自己 Rainer也是很崇拜的Sero 對不對 但是 這個 這個崇拜者是有機會把自己打死的啊 在 上次的那個 蒙特龍 上次的2比0嗎 蛤 沒有 我說上次那個 他們在那個 巡迴賽的時候 巡迴賽 對2比0 2比0 應該是2比0 我看一下 沒有記錯的話是2比0 人老了總是 記憶不太好 雷諾 Sero 對2比0沒錯 他今天應該也有機會 而且在這幾次 包含在小五賽2比0 雷諾斯擊敗Sero之外 在去年的年底 WCM 那個Montreal 蒙特龍的比賽上 決賽 Rainer也是差一點要直接 在決賽上 直接 那個打贏Sero 只是在那一場上自己是有比較明顯的失誤啊 把那個局勢給葬送掉 不然他其實那一盤看起來是蠻優的 欸其實我在想 如果NICE也戴著這頂帽子 他這樣坐上去 他的身形是不是跟這 817吧 欸這真的很像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剛剛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如果NICE今天也坐在那邊 然後戴著這個帽子 然後臉不要直接正面被照出來 感覺NICE也是可以坐在這 看起來 蠻像的 看起來 在三個月後 我們是有機會看到NICE坐上這個大舞台 沒有啦 三個月後就不會在這個舞台了齁 WC WINTER才會在這個舞台 你可是在其他的舞台 STAR LADER要去烏克蘭的 欸不是 欸 6月 6月是SUMMER嗎 欸 SUMMER好像也是烏克蘭 我跟你講一件事很可怕的是 SUMMER NICE 有可能打不了 哈哈哈 打不了嗎 欸很有可能打不了 為什麼 可能海選來不及 你知道嗎 海選來不及 比較快嗎 但上面的人說可以 可是我一直聽到我們的幾個說可能會來不及 真的假的 反正都很有變數的 沒關係 好 這邊來到了 兩個人第一場比賽 欸 這不是BOW7嗎 BOW7啊 我看OBISO又睡著了 字卡又上錯了 真的是很不專業 這時候不得不說 我們一定要推向我們抬高 有啊 他在推廣 新手是不是該創一個粉絲專業 對啊 我真的覺得他該創一個粉專 然後把自己的履歷投給美國報選 大頭貼就設一個 星海OBISO的人設 對 可以可以 但是新手應該真的應該好好去唸一下英文 對啊 把他的英文把它唸起來 他就可以去美國當OB手 對 真的 好啦 今天來稍微報一下 第一張地圖是來到的 凱洛斯教會點上地圖左上角 實現的方向 是來自義大利的天才少年重組 Rainer 右下角 是藍色的 前 WCS World Champion Zero 藍色重組 這個雷諾 這開局完全 就是很保守 就是雖然是裸雙 但是他這個開局 是在針對12D的 他是先狗池在瓦斯 這開局 就是你的狗池會 剛好跟你的惡礦 一樣的時間 16裸的惡礦 會差不多時間 嗯哼 你看他狗池的進度 就硬生生的 比Sero快一點 這個 如果你真的很怕12D 就選 雷諾這樣的打法 你又不想要17D這種開局 因為17D 如果你遇到對面沒有12D 你就是認 小虧的開局 嗯沒錯 看到那個傳說中的進化師 這是一 今天的重組是怎樣 都要來這套了是不是 都要來這套喔 全部都是一攻喔 今天 聽說先提一攻狗的都會贏 依照稍找的概念 所以這一場看起來 不好說啊 稍找的概念 稍找的概念不是這樣嗎 先提一攻的都會贏 是這樣說沒錯啦 欸不對啊 他沒有提一攻欸 他要提一防是不是 哇 一百五 那他還要去三開喔 哇 超低猛的欸 先開三礦 那不是啊 如果對面今天是正常三開的 那你什麼都沒有 對啊 有狗輸的 因為我不知道從你這個要怎麼玩遊戲 喔真的欸 好刺激喔 但是Sara這邊是直接提二本 這遊戲是這樣玩的喔 我的天啊 這個東西如果在韓服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打什麼六千分 你打五千兩百分 就蹦蹦蹦 對啊 就突然對面就突然 咻笑然後抱一堆狗都包過來 啊你什麼 沒狗數 然後也沒圖報蟲 然後就只有後蟲 然後狗包過來遊戲就結束 尷尬 這遊戲真的是這樣玩的嗎 我跟你講 我們要當一個乖小孩 這個流程 感覺就是戰術博弈啦 他就覺得Sara這一場不會 在前期抱很多狗 這流程千萬不要學 這流程千萬不要學 你要學可以 但是那個三礦不要開你 你先提你的狗數之後再去 就學那個以前那個 乖乖牌的一防狗 這個太危險了 這個真的是在玩命 你知道嗎 有點危險 Sara這邊 這一場是 欸 他前面也沒有出狗 去前面看了 哇 這雷諾也跟著跳二本欸 啊他 他這是什麼 一防蟑螂是不是 哇 這更吵了你知道嗎 一防蟑螂 哇 哇這個真的是 完蛋了 這我真的什麼都看不懂 他也沒有出狗 然後就一防 然後直接跳蟑螂 唉唷 傑諾就是為了創造奇蹟啦 你還忘記他上次 那個抱了那一波狗 然後把Sara打得不要不要 呵呵呵 但是這一次沒有狗欸 這一次之後 又是更新草的潮流 這真的是一防蟑螂 他這個真的是賭對面 欸 不過Sara這邊要一波囉 這個雷諾應該有感覺 直接開始亡仇 太加速高速公路 有有 他家裡那個 雷諾家裡 兩根 他知道這邊要被一波 所以趕快 這邊Sara打的是一個爬後蟲 加上一攻蟑螂 並且提速的timing 往前進攻 這邊雷諾則是卡了一下人口 兩根地刺 人口補起來 目前雷諾有一防 但是Sara等一下一攻就要好了 已經到領上了這一波 人口速上來說 Sara目前有十幾人口的戰鬥人口領先 而且還有後蟑螂 不過最主要是有這兩根地刺當值點 但是蟑螂草就掉了 那他這樣沒有辦法出蟑螂 家裡再補 家裡再補 趕快再補 開補 後面的蟑螂 路易不絕 這蟑螂草補的有點慢 那這個山礦有點尷尬 但是這個後蟑螂還是要小心 他走下來路 這個山礦我猜他應該不會低 應該是不會去打他 因為這個蟑螂迪速33種提的其實有點少 所以這一波如果沒有 如果只打掉一個山礦 我覺得就是最多最多就是讓你拉回平 所以我覺得 看來他還是要回來打這個山礦 他覺得這邊頂不太進去 他自己的部隊好像看起來沒有領先太多 我跟你講這山礦點掉再加這三 開玩笑 這三顆蟑螂 才是真正逆轉的關鍵 呃 要卡人口卡翻天啦 超虧的 卡翻天 但是C路怎麼沒有再繼續刷農民啊 有有他剛剛有 偷補個幾隻了 而且最主要是他這個二攻的 快 他這邊如果補個幾隻 把那個兩礦農民補滿之後 然後再繼續爆 對然後再繼續爆 打一個二攻的台語 應該 有機會停死 也不是不行 欸 空區 那個Reno這邊 重新開起來 這個空開不起來啊 你沒有這樣提出 這個空 炸掉了炸掉了 真的是開不起來 我覺得 要嘛你就 哇這怎麼會有三根第一次啊 剛剛蓋兩根 然後後來又差一根 其實這一波 這樣子換下來 這樣子弄下來 其實我覺得 這二攻有機會嗎 我覺得沒有到很虧啊 這二攻 這二攻 有機會 如果剛好打在Rainer 飛躺 按下去之間 他還沒有看到飛躺 現在 但是應該判斷的 欸判斷不出來 因為真的看不出來 他看到的東西真的有點少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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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變形蟲沒有下去很好 哇 尷尬 只看到進化是在轉 飛躺一下 看到了 欸看到了 這個就不好說 因為這邊 這邊現在的情況就是變成 這樣的話 他到底該不該打 他應該往前定還是不要 欸其實理論上 這張圖的話 以Sero的個性 他可能會直接連後蟲一起爬出去 喔 對不對 因為夠技嘛 然後你等一下蟲太如果鋪得好的話 你帶一個二攻的timing 然後蟑螂 蟑螂配合後蟲一起全部出去 其實是有機會可以打 嗯 因為你看其實Sero這邊的蟑螂是多 其實是多蠻多的 嗯 然後蟑螂贊助 然後後蟲不要 後蟲那個能量 第一時間都有奶好的話 基本上這邊是不會打出 好那他這邊 確實選擇了 回來 回頭繼續營運喔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他這個營運 只是 你說刷到50 對刷到50 對刷到50 要往前頂一波 對他要往前頂 他這個後蟲 你剛剛看他躲在這一輪後蟲 看起來就是要往前爬 還是要成為那個爬後蟲高手 然後雷洞這邊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盡量的先把外面的視野起掉 因為他這個timing點 非常出來 沒多久的timing 其實最怕的是那個 你突然被蟲不動開起來 嗯 然後後蟲第一時間 直接爬在一點上 你拿那些後蟲跟蟲 沒辦法 所以這邊要先把視野清乾淨喔 來了 Zero是不是要爬出門了 該出門了吧 你不要再演喔 後蟲很多 後蟲真的很多 你就沒有在鼓農民的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是不是該出門 呃 唉唷 非常還在繼續控圖 兩邊人口其實拉差不多 兩邊人口都很少 所以其實就是正面 正面一拳的事情 很緊繃啊 你要看哪一邊 哪一邊受不了先頂出 喔 水位受不了 水位受不了 欸 拉回來這邊 不要被蹭啊 這邊稍微等一下後蟲 好遠啊 很辛苦很辛苦 他也不敢讓後蟲先爬前面 因為對面如果直接頂一波 這個後蟲完全 走不掉 欸欸欸 等一下 不要急啊 朋友 朋友 先砸一下先砸一下 因為最主要是這邊有三根 有兩根地獸 看要不要換另外一個口上去 喔 但是後蟲一定 移動有點困難 欸 而且他現在二攻還沒有好 要不要趁這一波 那算是體力直接把那個體力砸掉 呃 這個後蟲在後面 超級奶的 很困難 這個非常感覺在這邊 毫無用武之地啊 直接擠了上去 人口拉得很 進來得住嗎 部隊的數量 二攻好了 雷諾 哇 好像A不住欸 A不贏 好像頂住了嗎 好像守住了 頂住了欸 守住了守住了 為什麼我最近看每一場 是從二攻的timing 嗯 永遠都 打不下來啊 你知道搞事的是什麼 是這兩根第一次 這兩根第一次 這兩根第一次 真的站很久 從頭站到尾 而且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太舒服 超級 輸出超級多 搞事的真的是這兩根第一次 因為其實 第一時間Sero的證詢是 是真的很好的 嗯 所以 理論上 如果沒有那兩根第一次 Sero應該是要打不住 第一時間看起來 的確是很有機會 那這樣 回來的話 Sero基本上是很難守住了 直接是打出了 繼續 Rainer在這一個 補齊上面 先拿下1分 1-0 下馬威 這一盤其實 就像剛剛講的 那一波看起來 是真的滿有機會 包含大量的後叢 在 進行 那一波的進攻 就只是那個 兩個防禦攻勢 第一次 能做 做的事情 太多了 防守是 給了滿多輸 加上 主場的防守 兵是從家裡面直接接出來 Sero正行是 前面是真的看得很好 他的正行是 比雷諾好一點 第一時間上去 是感覺是滿有 滿有可能是 直接打下來 但是我只能說 雷 就是Sero他這個打法 遇到這種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雷諾 非常第一時間 按的不多 就是六隻吧 嗯 你遇到這種粗不多的 然後 後面全力在按蟑螂的 這一波過去 能夠給的壓力 就不會像 就不會像 那種 爆了一堆 一堆肥糖 只能做到八隻到十隻 八隻到十隻的話 這一波就會很強 可是如果只有六隻的話 這一波 就是有點運氣啊 運氣成分在 如果剛剛他推得更早 等於說他如果推得更早 你就是雷諾那個二攻 前 整個會再打下來 雷諾二攻都還沒有 應該就 嗯 我可能會更有機會了 我就覺得他推的有點慢 呃 對啦 慢 嗯 怎麼說呢 他多 他多續了一輪的後蟑螂 可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來重新看這一波好了 我們來重新看這一波 這邊後蟑螂爬出來 然後六隻飛躺在這邊 因為你看這邊其實雷諾的 飛躺也沒辦法控啊 因為後面後蟑螂真的太多 所以我要非常厲害 就點結尾獸 好 正星攤開 這邊 第四爬過來 最後的正星很好 你看第一時間 最後的正星全部攤開來 但是其實這邊好像有問題 是他的結尾獸其實在右半部 剛剛那個第四其實在左半部 他沒有辦法直接去丟出個酸死體 去把那個第四個砸掉 直接貼上去 左半邊的部隊先融化了 右半邊好像有被那個中間的石頭塞卡了一下 沒打贏 第四做到事情真的是蠻多的 後蟑螂輸血也輸不回來 兩根第四跟神一樣 真的 唉呀 說好爽啊 要是第四也有階級這兩根肯定不會關 可惜這波就被 而且重點是什麼 上面還不只這兩根第四後面可能還有一根 因為他應該是三根 對啊 後面還有一根 所以如果你這兩根頂掉 後面還會有一根 我看頂進去的機率也偏低 基本上那一波沒打下來就完全沒機會了 那是一個非常精確的timing 加一邊其實 經濟也沒有很好 主要是這個戰損 在被對面玩吃的情況下 回頭再繼續續兵已經 沒有辦法支撐多久了 所以有雷諾是率先拿下這一盤的勝利 兩個人你覺得勢均力敵啊 這個ZBZ真的不好說 我只能說雷諾這個開局被他賭 算是真的是被他有偷到了 嗯 戰術果然是完全打到了 他這開局理論上你如果是遇到一般的那種 韓國蟲族你根本不肯這樣打 你這開局你又去三開 然後又偷一防 又沒有狗術也沒有賭到蟲 然後照樣炒也是到二本快好 也是配合那個二本的timing才下下去 你前面等於是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是可以守前面的 比如說 就一般的束狗就好了 完全沒有東西可以守 你如果真的今天Serox是啼笑 他是其實是假 他是假那個一攻提速照樣 其實家裡是有提點 那你這個開局不就完全爆開了嗎 嗯沒錯 這雷諾是不是在哪裡打出了幻覺 沒有吧 只是這一場戰術掌握的比較緊缺 讀一波 我就覺得你不會來幹我 開放 偏危險 這邊第二盤比賽已經開始了 地圖是來到了紀念起源 咱們地圖左上角 紀念方向是來自 Gamer Gamer's Origin 戰隊的意大利天才少年重組 雷諾 右上角 一眼中方向是我們的芬蘭 芬蘭的前世界冠軍 Serox 目前由雷諾1比0領先 目前由雷諾1比0領先 這是個七戰四勝制的比賽 要先拿4分才能 奪下這次WC Winter 歐洲區冠軍 我們來看這個 這一場雷諾1比0領先 有什麼神奇的開局 他這個開局 不說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是那個 重組版的Ustria你知道嗎 沒那麼誇張 他基本公平 沒有啊 我是說以開局來講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 管你對面會不會幹我一 我就先把我想出的東西 先出出來再說 我剛剛轉了一下圈 對一下秒數 等一下3 4 3 5 哇你怎麼這麼快 等一下我F5一下 3 6 3 7 3 8 那我等你一下你去讀 39 40 11 42 13 44 65 好 46 我跟你講我現在怕的是 等一下就換我轉 喔 你已經過了吧 我不知道因為還沒有轉 所以我不知道 還沒轉 好轉 我不知道他有時候都會這樣子 不知道什麼 還不知道到底什麼時間點 才要換我的這個神奇的IP 主播台的聲音充滿的希望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最簡單的答案就是 因為Hewover 被彈 不用再多看一輪機械化 這個就是我想要 就是我想要看到的東西 也有關啦 這個有人幫我們扛上半場嘛 對不對 對啊 上半場也是 對 雖然我也是沒有休息啊 這台是我推了 所以我還是得在 對 對啊 來來來來 沒有沒有我跟你講 我跟Top就是 已經習慣了這種你知道嗎 就是長這樣子了 去年的IEN才是真正可怕的 真的 IEN 沒有今年IEN很可怕 只是我們沒有播而已 我們沒有播啊 這就不趕我們的事 對啊 習慣了 真的是 來啊 這有本事 你這場就把狗樹退了 然後再提一個攻防啊 然後不要用狗 我看是不會啦 他獨包從頭已經下去了 真的 都退啊 都通通退掉 都退 哇操 怎樣有這種事情 通過退掉 然後直接按二分 是怎樣 七天見賞旗是不是 可以退 通通都退貨 反正你放他去 蓋好之前 通通都可以ESC 沒有問題 行啊 這邊Sero是先爆一波狗 上一場沒有爆 這一場 先爆一波 上一場 那個美諾開局太多了 你 剛好是 剛好上一場 Sero也沒有什麼 前期偵查跟壓制 他也沒有 就是最主要是Sero上一場 也沒有想要 不過 你也不要說放招啊 你就簡單的 如果是正常的 有散開的 然後爆一點狗過去 其實雷諾壓力就很大 雷諾都很喜歡打一些 讓自己 處於一個壓力很大的開局 看 大毒暴蟲喔 他之前 也有打了一個什麼 我想想 那時候 打一個5 有狗樹之後全聽話 然後 正常來說 不是就頂多 就三隻後蟲嗎 他多出到 多出了兩隻到五隻吧 欸 差一點 真的差一點 沒事沒事 看錯了 看反邊了 我想說怎麼會有人咬自己的毒暴蟲 沒有啦 哇 把自己毒暴蟲炸掉還不夠心潮 還要咬自己的毒暴蟲 咬自己的毒暴蟲 快變出來 快出來 拜託你不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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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掉了 把那個19塊19塊還給我 沒有啦 欸 這個重建 朋友 這個 這個就真的是對面的 小心點 阿不是 剛剛那個也真的是對面的 只是我眼慘 欸 這邊Sero 後面是金蛙是直接提升遠程力攻 那雷諾是有二本 看起來 是要直接跳螢旋塔 看起來應該是要跳飛塔 然後我剛剛講的是雷諾那個開局 他都很喜歡打 就是經濟比較好的開局 然後 講法用後蟲然後守住前面的東西 但是其實 那個都是 老實講的東西 有時候真的是取決於對面今天的超級 因為你後蟲 如果真的對面攻很多的行攻下 你也沒有真的那麼好點毒暴蟲 嗯 所以我覺得 其實都有點皮 的確 剛私流 螺旋塔下去了 開始刷農民 我跟你講 這個等一下 我已經預想到等一下畫面 你Sero的個性就是 等一下這個王龍提速好 然後變 看光光 那 那也不用等王龍提速好了 這邊 那個農民先刷起來 嗯 刷到三控滿運 然後 後蟲多安一輪 然後等一下蟑螂爆出來之後 又往前走 從 這個蟑螂不太遠 放蟲洞 蟲洞放下去 然後蟑螂正面走過去 直接 那個後蟲從蟲洞裡面碰出來 欸 怎麼跟我想的不一樣 阿 阿 阿你怎麼今天放螺旋塔 我劇本都幫你寫好了 你現在走 他決定龍塔對拼 沒有阿 這個應該是要出腐飛的阿 他這個這麼慢的 應該是要出腐飛的 應該不會像剛剛那個前面那個什麼 NASER打LANDBO 打一打變成飛龍對拼 到那什麼老鼠 喔這邊有看到有看到有看到 那雷諾這邊龍塔清考師 先按了八隻的飛躺 開始升一攻 欸 喔 這狗 幹嘛啊為什麼 不要啦 我看這邊 對啊奇怪欸 我剛剛就已經很確定他已經有 是怎樣 我不是瞎子 對啊 你是不是在考驗我們的勢力 是怎樣 莫名其妙欸 我跟你講肯定是 那個英文台的主播說 我不確定他有多 對對對應該是這樣 欸這麼重要的東西怎麼會沒看到 看起來是 智力不好的不是我 是那個英文台的那兩個 欸 這礦是自己炸掉了是嗎 沒有啊 他剛剛蓋歪了 好蓋歪了 他剛剛看起來是往右邊蓋了一 啊 欸 啊 有隻SEROT一防 他有沒有要 還是 他想長阿 蟑螂飛躺 欸 他也沒有出腐飛阿 沒有沒有 就是他如果想長的話 我想說他如果想長飛躺的話 應該也不是這樣長 因為他那個蟑螂後續還有在按 欸阿瓦斯也在做 因為 你知道如果有 如果打那種比較 偵察包的差一點 那種飛躺到處好 你家裡基本上 你如果包子塔差好 然後後頭第一時間站得好 嗯 你只要長一波飛躺 比對面多的 有時候 有時候會逆轉你知道嗎 嗯 嗯 有可能 因為有些人是 這個飛躺打完之後 他是後續再轉回去 然後你如果轉回去 長有那種 不知道對面在偷出飛躺 超級危險 嗯 所以你出飛 不要以為你出飛躺 把自己的情形就沒事了 你還要知道他到底有後面出 沒錯 這邊繼續溜兩條狗上去看 看到獨播松槽跟陸續塔 都在升級科技 自己後面的 輔飛數量已經去了蠻多囉 大概十來一條左右 哦 看到了 這邊要推一個timing 這邊要推一個timing 因為那個你輔飛 大概在十出投資的時候 你才 你打得贏那些飛躺 但是 當飛躺今天 只要續超過大概二十五米左右 後續是完 你的輔飛是打不贏 嗯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timing 你的輔飛配你的蟑螂直接一波圖 這個timing 一直往後續是打不贏 哎呀 哎呀 Timing Timing 掌握在自己手上 後面開始 剛剛tab講的 雷諾這邊開始 繼續續飛躺 我跟你講 我是覺得雷諾這邊也很重 你看他的狗其實都已經 站在地圖外面 stand by 嗯 你一來我就穿 對我就穿 我就把你家的經濟打破 哎哎哎 這邊是不是也太過分了 一咬一咬一咬 好 你別打啊 退了退了 還在續輔飛 另外一邊穿狗 但是有毒爆跟蟑螂做防守 哎 難道 他覺得 輔飛還起來打得贏飛躺 有這種事情 我就從來沒看過這個畫面 我是覺得偏懶啊 不過也有一個 有一個可能性 這個輔飛 如果你真的有辦法續贏飛躺 換你再轉回去飛躺 就是一路巴塔的 哇 你這樣就要騎嗎 不要吧 可以嗎 這個直接騎臉了 可以啊 這到底有多少隻看不出來 我打贏耶 好像有打贏耶 後蟲來了後蟲來了 沒有打贏齁 剛剛如果後蟲沒有來好像 好像打得贏耶 是嗎 我怎麼覺得 好像有點剛好 我覺得可能大家都剩沒幾隻 你知道嗎 兩敗的巨傷 有點困難 你用非常的機動性 雷諾這邊繼續的蹭 直接把毒爆給點掉 這邊蟑螂 可以啊 利用地形卡住 沒什麼太大問題 狗做不了太多事情 有點 剛試著防守 這邊Sero的存款 有點不太夠 人口有點拉不太起來 因為最主要是Sero前面 他選擇這個打法 他的那個施況一定會很慢 因為 第一個他存在 伊雷諾的那個 基本攻擊的時候 他的重拆一定會被清掉 所以我這邊重拆一定會清 所以我這邊重拆一定會清 然後 你沒有重拆 就算有後蟲你也就 你也沒辦法去走到你這個死 哇而且這個施況 一直開不起來 一直取消啊 一直取消啊 而且家裡又被穿狗 真的 欸這個斧飛 還要被 非常騷擾 狙甩 別騙我啦 這個斧飛 我就真的沒有看過打贏 真的沒有看過打贏 真的沒有看過打贏 非常的 這個局面 有點涼 落後了30人口左右 農民還掉了14隻 目前 事況沒有 48農 20幾個工作單位的差距 正面也沒辦法做推進 哎呦要退要退要退了 但是這個斧飛 這個斧飛 打不贏啊 很有 數量已經有差距了 我講真的 你這個斧飛 你真的是只能去推一個台名 你繼續跟飛躺對序 我覺得都打了 就主要是後面那個飛躺 那個那個 他數量去起來之後 那個彈射傷害 打贏了一坨飛 太痛了 這地方非常的尷尬 Sero在製造自己 這一波沒有辦法 成功推下的情況下 直接打出了 聚集 再下一層 8比數 拉成了2比0 這一排 我覺得 感覺Sero的應對有點 後續吧 後續沒有做得很好 我是覺得他打這個 你就要找一個 一個 一個timing推過去嗎 就是你撫飛大概 十 呃我想一下 十三到十五隻左右 你就要直接推 嗯 然後可能配合一個蟲洞 把你家裡的後 然後 把那個 直接蟑螂一起走出去 把那個正面站住 嗯 你才有機會贏 不然你這個 撫飛其實我覺得多序序到後面 我個人是覺得完全打不與飛 那個 打不與飛躺 主要是看過了很多這個畫面 你知道嗎 每次都 各各種畫面 全世界都有這個畫面 我跟你講我們也是有一個 我也是有一個 信奉 訓奉 針奉 針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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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教的朋友 對對對 然後他上次天梯收到我也是被我非常直接騎下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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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你針針 你出伏菲等於說你地面一定要出蟑螂 因為你如果地面出狗毒爆 第一個對面走非常狗毒爆的 他的攻防一定比你快 所以你如果地面也跟著走狗毒爆 你的攻防一定打 所以你地面站不住 空軍又是伏菲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是完全不肯的 你只要地面爆了 你的伏菲完全救不了你的地面 所以等於說你地面一定要出蟑螂 然後出蟑螂這東西又要花你的瓦石 對 所以你這樣子持續換下去 對面都是出一些 地面都是一些沒有瓦石 全部都在空上 你這樣持續換下去 你的空軍是完全蓄不贏對面的 嗯 沒錯 我是覺得這東西真的是打一個台銘點 你繼續往後蓄我覺得都打不得 真的都是騙自己 真的是偏不舒服 不然就是你蓄一蓄然後站住 然後 專業什麼東西嗎 橄欖蟲之類的吧 嗯 的確 好像也有看過出橄欖蟲的局面 但是有點久 橄欖蟲也是可以啦 但是其實自從橄欖蟲改那個 躲避球那個動畫之後其實 用的人就很少了 還是有機會定住 但是就沒有像以前那麼 致命 好多很多啦 而且各況你被定住之後還不是等在原地 你還可以慢慢滑 那個滑手那個真的是 真的是太智障了 那個 你只要滑 慢慢滑 你原本可能被 你原本被盯一整坨 然後慢慢滑滑的滑的 至少要走掉一半你知道嗎 慢慢滑 真的是慢慢滑 我沒有在補爛 我每次被定到 原本你看起來應該整坨會死 啊怎麼只個三四隻而已 神奇了 我的橄欖蟲 我的橄欖蟲 我真的覺得被橄欖蟲定到 就還可以移動 沒辦法 已經回不去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再也不相信應該的從這麼多 除非真的很絕望 很絕望 絕望中突然想起了那一團會蠕動的東西 對那一團會蠕動的東西 然後 丟出去之後就發現還是不要相信 真的 哇 我怎麼說我一臉很苦惱的樣子 那喔 難 到這個決賽 相信了 相信了什麼不該相信的東西 早一點 就跟那個Elazer一樣 相信了一公的肥塔 相信了殘言 有殘言在他耳邊 繞繞 好啦 這邊是兩個人的第三場比賽 然後地圖來到了自動化 地圖右上角 連動方向是 紅色的義大利天才少年重組 我們的Rainer 目前連下兩層 在我們左下角 八點鐘方向 是來自芬蘭的前世冠軍 Zero ZVZ的對抗 這兩個人從 呃 從16年就有交手過 一直到了今年的3月24號 也就是WC Winter 上一 上一輪啊 八強的小組賽 總戰機 Zero是 17-7 6個大分 1個小分 基本上是完全壓制 在打WC Winter之前 是 勝率高達了八成 還是就在小組賽 開始之後 是 0-2 輸給了蕾諾 那現在目前 可以對蕾諾來講 應該是一個4-0的 可以說是4-0 現在 因為是0-2之後 現在又拿一個2-0 領先的Zero 究竟Zero能不能再繼續扛下去 就是 我們 拭目以待 我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 浮飛這東西 不太可信 你知道嗎 嗯 看起來 他 因為我記得 應該說 10 不知道幾隻 你甩一下可以秒 一直非常 但是 問題是當飛行士 要多起來 那個彈射傷他也是會出人命 真的耶 沒辦法 看一下吧 我是真的覺得阿 那種情況 你可以出浮飛 但是你後 你如果真的還想打火球 再轉其他的毒 但是你如果還要轉其他東西 那其實你當初就 乖乖的插包子塔 你也不用出那些浮飛 出盾地獸 然後出刺蛇跟後蟲 對啊 那你也不用出那些浮飛 也不用出浮飛阿 呵呵呵呵 浮飛這東西我真的覺得你就是 你今天真的想要推出的 你才出 你還想要 你還想要 你想要繼續往後打 我覺得出浮飛都 都有點拚阿 就是 除非真的被你抓到一個 timing點 可以能夠 打得一個非常 嗯 雖然其實我覺得 都真的很難 好 在這一局上面 兩邊是很快速的 把自己的生技都給下去 那Sero這邊 是有下 獨播從草的雷諾 則是下了進化式 你看雷諾 又要開始 想要做一些過分的事情 一板碼一狗狗 又直接提一狗 那等一下 如果今天Sero 相信他Key下 後面這十條狗 後面要是再按了十條狗 人家是有讀到的 阿你沒有讀到 你憑什麼 還有強悍無比的 信念 我以為你要說 強悍無比的後蟲 我其實原本想要講 強悍無比的後蟲 都是騙自己的 沒有啦 後面大概多壓六條而已 沒有十條 我是覺得 如果雷諾要這樣打 他那個 他那個進化式 就不應該蓋在後蟲 不應該蓋錢 當作建築群嗎 欸欸欸 直接爬進來 唉唷這邊剛好裝到後蟲 唉唷尷尷尬 唉唷這操作很漂亮啊 沒有賺到 直接點掉 另外一邊 Sero也是有變一些 毒暴蟲的 強悍無比後蟲 現在挺身而出喔 來為自己的基地奮戰 咬一下山基地 欸 有很多後蟲喔 感覺賺不到太多的東西 海賊肉 另外一邊防守 沒問題 家裡有留毒暴蟲 欸這Sero 沒有狗按超級多欸 他等一下 還在按還在 他是不是真的想要懲罰他 欸沒有他又按 他又按工兵了 欸剛剛連絡操作很精準欸 咬了一下 差點被炸滿懷 這邊包了一下後面來的狗 可以阿 毒暴蟲 唉唷 沒炸沒炸沒炸 還沒炸 炸了一下 哇唷 有飛魚頭照到大的 而且這邊後面狗很多 這邊狗很多 欸後蟲 後蟲 再見後蟲 哇 狗咬起來 一攻還沒有好阿 這個後蟲都要88了 88 來再兩隻 再兩隻 有沒有機會很賺 再咬 一攻好了沒有狗 還在爬 爬一些工兵出來 完了完了尷尬 後蟲全部死光 一次死了四隻後蟲 後面還在接狗 有沒有機會再變點毒暴蟲 等一下 接下來 正面變不出來 接下來雷諾要生 雷諾要反腦 喔他又要打那個欸 雷諾又要打 刺蛇 刺蛇 刺蛇配那個一攻 狗 那個攻防一直往上升的那個 盾地獸 盾地獸配狗 狗毒暴 然後中間再出幾隻幹蟲 可是上一次是因為 喔沒有沒有沒有 這場Sero也是出了蟑螂 唉唷 我們來看能不能故技重置 厲害了 還在操作還在操作 可以阿 這兩邊的操作都很好 雷諾這邊一攻已經好了 這邊重置地網已經下去了 是不是 不要讓你有機會跳出盾地獸阿 對他完全不給機會 他這一次就覺得 看起來你又要打上次一模一樣的東西 知道 知道直接給你選 而且那個 王蟲已經站好了 那個雷諾的 那邊是已經有一個王蟲了 而且那邊看起來雷諾是沒有視野的喔 那邊沒有王蟲 然後也沒有 也沒有重開 如果他開在邊邊的話是完全看不到的 對對對 這邊看起來 有機會 這個仇動過去雷諾是 來來來來來 我還沒點上 直接放下去 欸這狗不要 很尷尬 這邊才再出刺蛇 一頓地獸穴的進度還有一半 他是不是不知道已經被動了阿 他不知道阿 他不知道阿 是不是有看到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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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現在出來才走 看到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直接點這個也可以 另外一邊還開第二個洞 點這個本 點這個本 點起來 另外一個洞 也準備開起來 盾地獸 還沒有阿 還沒有好阿 尷尬太尷尬 後衝已經出來了 然後再一招卡一個血布口 然後上面再蓋一個層 那個血布口上面馬上再蓋一個 這要怎麼擋 這拿命擋 這怎麼擋 換家了啦 換家了啦 換家換家 但我Sero的家裡面有沒有防守 看起來好像有拖兵喔 換家然後偷便蹲地獸喔 唉唷 如果這個狗撐進去 Sero的家裡面有毒暴蟲 有阿好多毒暴 還有蟑螂 什麼都有 涼涼了再見了朋友 尷尬尷尬尷尬 尷尬尷尬 唉唷二四農 在裡面還在拆 礦區全部都沒了 還在肆虐 盾地獸穴好像也沒了 媽 應該沒了 山礦盾地獸兩個 埋在那邊 但是其實 不是阿 Sero上面不是還有一個衝動 對啊所以SELOR不用硬衝啊 SELOR就回去好了 沒有啊他就回主礦那個完 然後就� aí出來 這邊再開一個然後從那個山礦那邊轉出來 對啊都可以x2 可以可以 來來吧這兩個辛兆瘦解決 硬要衝也是可以啊 那個部隊數量有點多哇 全部滾上去 失痕 遍野 80人給我差距 SELOR 拿下這一分 2比1 搬回這一層 唉這一場漂亮 感覺雷諾斯的確要打像小組賽那一場 以刺蛇 不是不是 盾地獸跟狗 大量的狗跟盾地獸來配 把蟑螂部隊包起來 用盾地獸的AOE輸出 去解決那個正面的問題 但是Cero也完全不給機會 在這個產品上直接使用蟲子地紋的快攻 配利用蟑螂以及後蟲 毒暴蟲的timing 加上家裡面有分兵做防守 讓Rainer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把盾地獸給蓄起來的情況下 直接打出GG 不過我說真的這個蟲洞 我後來想一想 他也不一定要不一定是要針對 針對那個他這個打法 有可能因為看到你有一公狗 因為一公狗後面接非常可能 也是有可能 對啊 所以 反正你我接看到一公狗 我就先去蟲洞 管你後面接 嗯 只要我動起來 你記得讓家裡 都是有機會 當然不可以贏我嘛 嗯 然後 如果我這個正面頂住你後面 我只要頂掉你一個況 你後面不管出什麼 嗯 沒錯 所以我覺得 看起來 Zero是已經想到了當壞人的方式 哈哈哈哈 當壞人 他也就這場當壞人力啊 對 沒有喔 就是要懲罰一下這種這麼偷的 也是啦 應該打得更侵略一點 連如果前面幾場都這麼過分 都動不動就給你什麼沒有狗樹開山礦 然後又給你按個一防 嗯 然後第二場那個也是螺旋塔開開心心的就給他丟下去 嗯 第三場總不可能再 我說真的 這張地圖如果真的有讓他的非常跳出來其實有點強 因為地圖大 然後 那個可以進攻的口又多 那個飛躺出來之後配了地面的狗 真的是 不是很舒服 所以其實 能夠這張圖我覺得盡早解決就把它解決掉 嗯 尤其是魚腦這種看起來 看起來就是要要把就是 要飛躺 不然就是跳什麼習慣的東西 應該是重動一波就可以解決了 就 完全 就要好好拿下 其實第二場應該也是要這樣子啦 對啊 感覺上啦 我覺得第二場 他蓋那個VS有點 有點太拼了 嗯 因為其實他很早就看 他在這個飛躺 他超早就看到飛躺 大概一半吧 那個龍塔一半多 或是三分之二就看到 那時候 你如果重動蓋下去 你重動好跟你開下去的那個時間 可能 是他非常剛好才剛出來的時間 那你後蟲 你剛剛那個後蟲如果斷移了 第一時間可能已經有六隻到七隻 嗯 那你那個六隻七隻後蟲 爬到臉上 然後配合你的張 根本正面就不會輸 嗯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稍作休息一下 三分鐘後 我們的WCWINTER 歐洲區的決賽 第四場 SERO目前是1比2 落後給雷諾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精彩比賽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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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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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時候瓦迪就可以下班了是不是 因為剛好原本是瓦迪 沒有吧剛剛應該 我忘記剛剛是誰 我沒有注意到 沒關係這不重要 我只知道雷諾剛剛那個照片也看起來像是浮出來的 沒有那本來是浮出來的說啥了 可是裡面的雷諾剛剛那個照片有一個 感覺不知道是修圖的問題還是那個角度拍攝的問題 就感覺有一點點奇怪 跟以往的感覺不太一樣 扶了起來 大家都扶起來 這邊要來進行到兩個人的第四場比賽 這冠軍賽是一個BO7 7戰4勝對決 先拿下4分的就可以拿下歐洲區的冠軍 然後這邊第四場比賽是來到了 雅力克桑德港 在我們地圖的右下角 5點鐘方向是紅色的義大利亞天才少年 蟲竹 來自Gamer's Origin 戰隊的Rainer 左上角 來自芬蘭的前世界冠軍 還未被取代的世界冠軍 要加前世界冠軍應該是下一屆已經被人家打下去了 才叫前世界冠軍 應該是現任的世界冠軍 也是喔 你的腰帶要傳給別人之後他才會變成前任 要做到火堆上面才可以把這個火傳下去 所以 我覺得下次要不要考慮WCS也做腰帶 有冠軍腰帶嗎 對啊我們也做個冠軍腰帶 我們不要 不要拿獎盃 你還記得有個橋段嗎在IEM的決賽上面 你還記得在開打前 決賽開打前 那個Zex是不是有把獎盃放在那舞台上 啊所以到底關Zex的屁事喔 為什麼 對啊他因為 因為那個 比賽沒打好錢賺不夠 哈哈哈哈 去現場應徵工夫生 其實我一直很納悶這一次 這一次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Zex的也不是上次 IEM卡托維茲的冠軍啊 然後我就一直很納悶 他是2012年IEM 還是2014年 太久了吧朋友 沒有啊我估計應該是前戰的工序 真的是去應徵工序 我想說那個那種儀式不都是一種傳承的概念 所以應該要由上一個冠軍 然後把獎盃放過去嗎 我以為你要講的是那個 去年還是前年不知道什麼比賽 冠軍的那個獎盃是盤 牌子 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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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們一起在韓國練習 然後有一次 今天吃BBQ BBQ然後少一個盤子 欸嘎姐 你那個盤子借我用一下好不好 呵呵呵 然後再來去找食物 最好是 欸那很有紀念價值欸 這個 你在韓國 韓國本組的 洗乾淨就好囉 洗乾淨它又是個 確實的盤子 欸這邊 這一場兩邊應該都有毒暴蟲吧 看起來 看到Sero的門口應該有 好像有個毒暴蟲吧 雷諾這邊應該也有 喔 對嘛這才是正常的開局吧 沒錯兩個毒暴蟲在這邊做防守 Sero的一隻狗沒辦法神功的溜進 雷諾的惡礦 雷諾這場 他這場就打得超級正常 超級霹靂無敵正常 他連保底的毒暴都先變了 哎唷走回乖寶寶路線是不是 那個 南瓜馬車終於要變回來了 看來應該是 時候到了 過了那個 早上五點半 馬車變南瓜 馬車變南瓜 哇 外面天都亮了 天都亮了 看來他 他不是那個午夜12點鐘 超想變回來了 是那個 太陽升起的那一刻他就變回來了 狗繼續繞 王蟲都有擺到 擺到視野上 科技走向目前 差不多 基本上這場兩邊 就是 等一下就是看蟑螂隊 都是一個蟑螂隊的體獸 兩邊農民刷差不多然後科技 也沒有 也沒有 太大的差 等一下就可能看 兩邊 看起來兩邊都是要繼續刷的 哎 啊救援啊護駕也沒有成功 就是兩邊等下可能都刷到66 自礦開下去看有沒有人 放另外一個科技下去 嗯 欸不對這邊怎麼還有一邊在暴補 怎樣 雷諾還在暴死掉狗 但是後面還有在刷農 可是為什麼還要按這死掉狗 呃 好問題 欸欸欸 我看到出蟑螂了 欸 Sero又下蟑螂了 停了55農 那Sero這個是要打那個欸 他就是要 因為他這邊蟑螂提速比較快 他蟑螂直接走出去 你說剛剛要打什麼 你看他 對啊就 反正他這邊蟑螂等下會直接走 嗯 欸看到了 看到蟑螂了 好啦 有了這邊看到 然後 等一下 問題就是連弓這邊分兵要分 不然可能要先連三隻蟑螂做預植 咳 這樣子這個洞要開起來應該是有點困難 反正他並不是要 他這個洞不是要直接 他只是要把冰直接運過去 對對對 而且 你看這邊Sero他其實第一次 他這個 有做一個 他有做一個騙招 就是我 你看他三框的瓑螂是全開 嗯 所以如果今天 像 不是像雷諾偵查這麼 這麼仔細的衝突 他有可能就被騙了 因為 他看到這個三框瓑螂是全開了 就 就以為啊 這個一定也燒到66 然後跟我 這邊還是很危險喔 哇很危險啊 戰鬥部隊是領先 大量的戰狼直接有容上來 直接擊火兩隻劫尾獸 哇後續的戰狼感覺去不出來囉 再見了 楚礦的蟑螂雖然是守住了但是這個正面 有沒有機會扛住 沒有高地視野選擇回來 吃這個三框的部隊 後續的戰狼慢慢從 從地盤裡面的蟑螂爬出來 大量農民全部死去這邊 Rainer直接打出了GG 沒有辦法 避充住 Sero這一波精銳的進攻 比數戰成是2比2 雷諾這個增長 有增長 有點慢 就是他已經刷他剛剛已經先刷68 他對他的農民已經刷68然後這個王蟲才看到 那個蟲子帝王確認到Sero有這一波進攻的意圖 那個時候再開始補 蟑螂感覺還是有點慢 因為農民已經 多對方太多了 一輪的農民 導致在那個timing點上其實也沒有足夠的部隊去守住 Sero進攻 喔變魔術是不是 欸 我換你了 一個變兩個 剛剛是一個高階聖堂哥愛你聖堂武士 你是不是想要說白 你是不是想要用體型來說人家 沒有啊 合起來就變胖了 就變執政官啊 怎麼變胖了 執政官也是變胖 執政官是個形體 他看起來胖是因為他的優能的 那個範圍看起來很大 對不對 他就是胖 看起來胖就是胖 難道有看起來胖不是胖的嗎 看起來胖 他不是真的很胖 他只是吃比較多 他不是真的胖 他只是看起來很胖 有這種事情 我只有聽說他 他不是真的瘦 欸不對好像也不是這樣講 到底是怎麼講 不是有一個什麼看起來的 現在胖不是胖 小時候的胖也不是 沒關係這邊 Sero是把他比數扳平啦 都是在安慰自己 扳平的話 將戰局又變得 相對的比較膠著 的感覺啊 這一場Sero其實運用的進攻其實也蠻犀利的 而且在這四場的比賽下來 Sero掌握主動進攻 通常 效果可能看起來會好一點 對 主要是 雷諾都打得 很偷你知道嗎 你如果今天讓 像第一場 第二場讓雷諾 其實後面都 都真的不好打 打雷諾就是要懲罰他 不能讓他過得太舒服 他真的太過分了啦 你閉著眼睛刷到68龍 你還想 不過雖然說第一時間有可能是因為雷諾有被那個三礦的 三礦的那個瓦斯場騙到 因為不確定他是不是因為看到 所以 把龍一次按到滿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多少有做到一點 有一點效果啊 就是三礦的瓦斯場 這樣放下去 然後全部滿慘 看起來是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那個 雷諾這邊已經全部 把龍一次刷滿了 嗯 的確 可能是真的拚到他所以 呃刷完農 也是啦 雷諾就很開心啊 所以刷刷爆 刷好刷爆 刷爆 那就是刷爆 66隻就買了他刷爆 沒錯 開心 開心農場 農民的墳場 我看他現在那個臉不太開心 笑了一下 他前面兩盤還有說有笑的喔 他前面兩盤還有說有笑的 被打回來之後看起來 會不會有傳說中的心態炸裂的問題 選手年輕嗎 不知道不好說 太年輕了 看來是 那個老大哥要找他怎麼做 16歲 搞不好他還想起了 蒙特羅的最後一盤 也說不定 地圖是來到了電子叢林 在我們地圖左上角 C的方向是紅色的義大利 16歲的天才少女叢組雷諾 右下角的話 只是我們的 世界冠軍 Sero 藍色叢組目前已經放下12滴 他12滴這個 OB還不快點 12滴會是越懂越懂 12滴會是放了 放了上千盤 你知道嗎 上千盤 這東西好用阿 12滴達人 這東西真的好用喔 這樣子好了 WCS不是都有主播撤雲刺卡嗎 他現在不是說介紹你是誰 阿你就 你下面就是直接放說 12滴 我就直接去創一個 直接去創一個粉絲團 什麼 你要創本絲團叫什麼 12滴達人 12滴達人阿 然後他就自動放我 這樣也不用講誰要放誰 他就直接FB 他FB 會放的是那個 Facebook的那個粉絲專頁的Tag Tag是不能有中文的 我Tag是不是有中文的喔 你的名字是可以有中文但是你的Tag 那 那我Tag就 就打Best 12 pool的Player就打FB Tag就打Best 12 pool的Player就打FB 哈哈哈 好阿好阿 然後很多 很多外國人 拳手 我外國人都會去按你站對不對 12滴就有 你的粉絲專頁去就專門貼一些你的12滴失敗或是成功的那個海盔 沒有 就就就就 就放各種12D後續接一些奇怪的東西 蛇地來了 蛇地來了 前陣子那個 喔這邊農民拉下來 欸怎麼覺得拉 有後面又出血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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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要開咬了嗎 這邊就是拖時間 然後殘血 殘血其實我覺得要往後 欸他殘血沒有先往後拉欸 開咬開咬 兩隻農民 不夠不夠 包了一些狗 哇咬不贏 尷尬 可以可以可以 守住了 但是這個12D後面是有開二礦的 但是問題是 但是這個咬著好像真的不夠多欸 完全不夠多 而且 現在有個問題是 看起來SROS 是不是想要幹人家一波啊 那這個家裡的王子長超級早的 那這個 這個OB肯定就不是玩蟲子 他不懂現在蟲子到底想 你看這個12D後面怎麼可能接這麼早 什麼叫說這個OB不是玩蟲子 這個OB有安裝有 啊不是 不然這樣說好了 這OB肯定不是玩蟲子 他 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是 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是 就是SROS這邊為什麼會有瓦斯場 這瓦斯場就是來搞事 所以這時候應該要TAG他的瓦斯場才對 三隻狗 開始去繞 還就不懂 你看 你過這邊SROS 2本 就2本欸 好快喔 這個2本 超級快的 要 幹啥勒 哇 還有這波操作 可以喔 進化室也下去了 超級快的 欸欸欸 害到進化室趕走 雷諾三礦放下去 進化室也下去了 還在刷農民 啊這個會不會 又是要衝動 我覺得有點像 有可能欸 這三礦又放下去了 因為他這個TIME點超快的 他這個就是等一下直接 那個2本1號 然後150W 欸他有沒有哇塞 沒有他還硬攻 蛤 蛤 這到底是 這到底是哪波操作啊 所以他只是要 上到移動速度 加一共的TIME 那打不到什麼東西啊 欸那這樣子打會比 我在想這樣子打 會不會比正常的 12D流程 大概3分30 再一次放 兩個瓦斯的經濟 這樣比起來這樣會比較好嗎 嗯 好問題 因為他前面是單瓦 然後這樣子一直 等到這是Sero全新的理解 全新的理解 現在三礦放上去了 開了一個三角形 看來我覺得 這一場 RB是可以稍微去研究一下的 因為他的12D流程 他轉回去 他這個也是後續是轉 但是 他的流程跟一般 我們看到12D轉一公章 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嗯 開始各種驅趕王蟲 欸怎麼會掉這麼多的王蟲 太虧了吧 他有是不是 這是第二隻的D3 好像是第二隻吧 跑掉了嗎 跑不掉跑不掉 跑不掉 再進了再進了 死掉了 阿他就要死掉了 為什麼每次都 TAG就很奇怪的東西啊 不能看他最後一面嗎 肯定是 就就我剛剛講 這歐比肯定 不是大型孩 哈哈 出來了 欸欸 好欸 哎呀 進去啦 沒有沒有沒有 看到瓦斯而已 第二個進化室 兩邊都在刷農民喔 但是因為雷諾前面有 守住12D的情況下 稍微優勢一點 人口是 保持住了優勢 呃 再有一個優勢阿 就是我在想 剛剛這個開局如果 剛剛 因為正常來說 守住12D那邊 都會稍微 紅一點點 你真的 這種惡本的timing 你去跳一個蟲洞子 我看是有機會打死 直接打死 的確 哇這邊 社會是直接開始 提升攻防 他要有攻防超車 攻防很快阿 可是問題是 這個雷諾就沒有 雷諾沒有要給機會 你知道阿 他就有夠 他要去過去了 他直接一波提速 好就直接壓過去了 哇這樣也太難打了吧 你還在提 還在提 蝗蟲提速然後還想提 欸欸欸取消了是不是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這超多的 看到了也很難守阿 正面人口有落差阿 呃 六十二八十 看來要 配合那個 所有的後蟲拉出來 然後又 沒有我估計 正面直接頂下去 應該也不會是 通阿 直接頂了 一波出錢 直接頂 擋得住嗎 戰鬥的人口 差大概20 還沒護衛 農米拿出來 農米拿出來 這一波如果頂住的話 幫忙防守 就還有機會 對頂住就還有機會 因為後面攻防 但我開始頂不住了 蝦羅直接打下了 巨巨 由雷諾 率先聽牌3比2 這一波來得又急又快阿 在蝦羅在前期使用12D進攻 完全沒有賺到 足夠多的東西 情況下 後續的 發展呢 變得非常的嚴峻阿 那 雷諾則是保持著自己的營運 在最 在後面 續起了一波蟑螂 帶著義工的胎名 進行一波反推 是順利的拿下這一局 雷諾 笑出來了 聽牌聽牌 這個決勝點 賽末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比較好奇的是剛剛Sero那個流程到底 因為真的跟平常我們會看到 完全是不太一樣 可是其實反過來想 如果你剛剛 雷諾如果沒有打那一波 是不是還就是感覺 被Sero拖起來是不是有點機會 是有一點機會阿 但是 其實前面雷諾經濟本來就比較好 他如果真的後面再跟著一起提 那個二攻一防我覺得 也還可以阿 嗯 但是主要是雷諾因為剛剛那個 有一隻 他看到你補了第二個新華士 嗯 他就覺得你應該是很偷的 我乾脆就這邊一拳就好 反正前面有優勢 你以後這麼偷的情況 我頂過去總沒道理 我這邊會打死 真的 所以我覺得合理啦 他頂這一拳回去 說得過去 有邏輯的 Cero也是有點過分 他那個 他那個說了科技 還想要一次全打一拳 沒辦法他有點裂 有點裂你還想要往頭提出跟買滴阿 哈哈 別騙我了 他想多線開花 啊 啊結果正面被鋼一拳 他的花就還沒有綻放 含包待放就枯萎了 挺尷尬的 你確定是哭了吧 不是被強行 強行 摘落 強行暴局 摳殺小 直接爆開 我是覺得 因為我不確定他第一時間到底是什麼時間下瓦斯 所以 如果他前面原本要打的是 12D階速溝一波 然後他忘記去踩瓦斯的話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 但是如果他忘記去踩瓦斯 然後變成被迫這樣子開的話 就合理 但是他這樣子一個瓦斯 前期這樣子開到底 會真的會比兩個瓦 就是三分半再一次放兩個瓦 不好說啊 沒有實際測試過 不好說啊 真的是不好說 比賽來到了第六盤 我敢肯定的是 比較晚放就是肯定是前面經濟為好 嗯 所以我是 不確定到底為什麼今天CM會選 選擇這樣 12D的後續啊 反正他輸了嗎 那輸了就不用參考 如果他贏了 如果他贏了 那可能是真的要好好死 對啊 畢竟他輸了 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先 放在一邊 這邊兩邊 兩個人啊 第六局的比賽啊 有雷諾掌握的賽末點啊 這一排啊 非常的 事關重要 所以我則是背水一戰啊 沒有在 不能再讓 有任何一次機會 對 WCSV第一季 2019年的第一個歐洲去冠軍 現在這個波七上揭曉 第一張地圖 不是第一張地圖 第六張地圖 就來到了 國王海灣 在我們地圖左上角 11點鐘方向是 紅色的 義大利充足拳手 Rainer 來自 Gamer's Origin 五點鐘方向 五點鐘方向 則是 藍色的 芬蘭 世界冠軍 Zero 5點鐘方向 9點鐘 9點鐘 5點鐘 你們什麼時候台灣會有一個Gamer 阿豬 阿豬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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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買一個樂透 開了一間工作室開始贊助 可以開始贊助隊伍 而且這個義大利的贊助商其實也蠻有趣的 他們是一個法國的隊伍 那他們這個隊伍呢 有 有很多個項目 還有英雄聯盟Fortnite 盧石跟Street Fighter 5 還有星凱啦 星凱的話就是Rainer跟Stefano這兩個人 一個義大利的選手 然後一個法國 稱他為法國選手這樣對嗎 是不是應該 圖尼西亞重王 然後更準確一點 這個法國的戰隊也是蠻有趣的 他就是我們傳說中的蟲族 看他那個頭髮就知道是蟲族 我們有神族本人的 蟲族本人 還有人類本人 就是Innovation 可以可以 機器人本人吧 人類本人 每一個總值都有一個蛋 真的 好兩邊在開局是一個進行 欸沒有喔 這邊Sero是有瓦斯的喔 雷諾是100瓦之後生了狗樹 然後這個就是我 就是我稍微稍早之前講的 他就很喜歡這種螢幕 可能多按個一兩之後從出來去 來我們試來看他到底多會熟 看到底多會熟 來獨包從哪裡放下去了 我上次看他打這個開局是 欸是什麼你聲音不見 沒有是繞賽的 喔喔喔 上次是這樣子 因為他 你為了被迫的手對面那個狗 你等於說你要再 其實要再多壓一點點那個 狗出來 所以等於說你的 龍蜜一開始可能是領先 但是最後可能還是會被刷 被刷回來是不是 對啊會不會 而且可能 我記得就說他還落後個5-6吧 喔喔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這開局 你把自己 處在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然後也沒有 他就是最喜歡這種環境阿 他就是要讓自己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 的那個 欸那怎麼講 這個戰局上 才能激發自己的腎上線數有沒有 提升自己的戰鬥力 達到了人設的巔峰 兩個多號從開始已經要變好了 雙方開始爆狗 欸六雷波狗去找農民喔 兩隻 可以喔 那個 那邊兩隻有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現在對雷諾來說就是 我現在要一直 把你拖在家裡 絕對不能讓 絕對不能讓 絕對不能讓Sero出門 因為Sero一出門 就是雷諾這邊 雷諾是要幾隻一波了是不是 喔這在哪 按八隻喔 六隻 後面再按 喔七隻 再按再按再按 哦 哦 要搞事情拉 因為他後面的狗沒有停 直接跑 他可能 哎呀 欸 欸 我剛剛說的 沒事是不是 有啊 就直接撞下去了 我剛剛還想說Sero的狗其實差不多有點失誤 然後反過回來就炸一波 阿雷洛怎麼又壓農民了 因為他覺得死那一波狗他覺得這一波打不下來 不夠堅決阿 沒有打不贏的 沒有打不下的一波只有不夠堅決的心 阿你我跟你講你這種 你這個蟑螂這樣走出來 如果遇到對面是 他是真的打死了死了心跳用狗 你不知道手裡這一波 你這個蟑螂出來你就別想 嗯 其實這蟑螂走到前面 雖然說可以讓對方 但其實也是有相對的問題 這樣的話一來一回喔 Sero已經把這些蟑螂給出來了 這個泰民點上也過去了 這個時間點可以說是相較安全一點 一波狗出去 然後雷諾的王蟲是有 欸 雷諾的王蟑螂好像有看到 嗯 沒有好像沒有 兩邊應該都沒有看到互相 阿上來 喔衝進去 8 沒有 Sero蟑螂是有留在家裡面阿 感覺要賺到東西好像也有點困難 好繼續跳 上面蟑螂還是沒有動 兩邊開始進入一個平穩的爆兵棋 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 三七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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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鞋就站下去 不開玩笑 三七步的感覺 太神了 欸 Sero是不是要打一波阿 不對阿兩邊都還是暗炸阿 兩邊都還是暗兵阿 就沒有人在做其他事情 沒有人敢跳二本就對了 沒有人 喔出門了完蛋了 對我覺得出門的那個看起來不要有 先出門的 呃 但是雷諾有留一批狗在外面喔 欸欸欸 這個就會送 送你的 感謝你的Donate 他還在送兩個一張喔 有錢 感謝大大的贊助 欸 他這時候跳二本什麼意思阿 他覺得他守得住嗎 這麼有自信 自信爆棚 欸 有沒有狗 欸 獨爆蟲朋友 來不及來不及 欸有有有 裡面有狗欸 你知道主管有狗嗎 主管有狗 太神奇了吧 怎麼會有這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欸 為什麼是在前面 啊 啊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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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幫忙一下幫忙一下 啊 雷諾真的是 真的是想要繼續追嗎 不要開玩笑喔 欸 甩一甩狗就沒了喔 你認真嗎 不要太過分喔 你不要太過分喔 我是覺得 是可而止喔 是可而止喔 Sero還沒有後續嗎 Sero後續咧 有啊 他家裡有再繼續續張啊 所以我覺得 這個推過去打得贏嗎 這兩個人口 肯定打不贏喔 說啥呢 有才多一點點而已啊 你真的要繼續這樣嗎 欸 啊 包起來包起來不要讓他走 哎呀不敢 還是 沒有不夠多 沒有 不夠勇敢 不夠勇敢是不是 對不夠勇敢 兩季盧沒有在他耳邊唱 啊 這邊有反彈 送一隻後蟲 是一隻後蟲可以 來上面 要不要直接不讓對方走了 包起來包起來 你看這個戰局逆轉 不夠勇敢 哎呀後面還有蟑螂啊 趕快不太行 趕快不太行 撤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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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上 回到高地 這個上來基本上是打不進來的 嗯 所以 我覺得雷諾該退了 而且 他剛剛 他家裡已經在退到螺旋塔了 所以雷諾這邊是優勝的 呃 因為他剛剛在最危險那一波 自己是跳了 他有先 偷跳二本 所以這個 這個等一下這個螺旋塔出來 台名會很 然後可能 雷諾這邊可能設置是 連帳提速都還沒有好 飛龍就出來了 對 那就要看 這樣的話 就要看那個 有沒有奇跡會發生 你還記得今天Rex 奇 奇 阿奇沒有我在這 奇神不在這裡啊 奇神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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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力無邊 真的是法力無邊 哇 這邊誰有提 還是說 提速啊 有一點尷尬現在 這要頂其實頂不太上去 首先你有個高低差 詹萊茲你的部隊其實也沒有比地方做多少 雷諾是不是已經把那個二放口 封死了 看起來這邊是有 沒有啦 有放兵 有兵有兵 有兵有兵 有兵 咬一下就好 咬一下就好 王蟲開始要不要 咬一下 砸了雷諾不少王蟲但是六隻的飛躺 目前也正在生產 家裡面 還沒有任何應對 因為目前還不知道 他完全不知道 我看是真的偏危險 我們 是不是 但是王蟲要來了 有這個 從科導流 從科導流 看到嗎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是已經好了 有點被動 欸這邊直接雙 我想說他怎麼連續下兩個刺蛇獸 嚇死我了 下兩個比較吵 真的耶 那家裡面包子塔趕快擺一擺 趕快擺一擺 不過現在比較麻煩是外面刺 進光 好家在 好家在 王蟲提數好了 快回家 朋友 真的是好家在 沒有死掉害的東西 接下來問題就是 你看這邊 這邊是有在跳刺蛇 但是那個雷諾是 玩這個兵兵術就提了 他要直接爆一波 兩百人口 直接A到一波 嗯 等一下這個正面的地面部隊的 等頭是會有一點落差的 哇 這邊後床被死掉 欸這個從他還沒有鋪起來 真的超尷尬 這很難寫防 欸 回包塔裡面 一攻好了 兩百人口蟑螂 沒有 這個你不覺得這個畫面很厭熟 沒有攻防的蟑螂帶 哪有攻防的蟑螂 然後一波底上去 遊戲結束 真的耶 今天稍早有看過這個畫面 欸但是這邊好像有機會穿進去喔 欸不行 部隊已經回來了 部隊已經回來了 欸部隊 我都進去了 拖一下拖一下 拖一下拖一下 兩個兩個三個 繼續咬 在旁邊 想要繞 其實我覺得那個啦 非常救家已經好佔 來了來了這一波 還有再重置地網的 狗繼續鑽 出門啦 哇這個龍可以要很多 但是最重要是這個正面 到底有沒有辦法解決 可以可以包起來 繼續掉進去 七個 正面正面 這一拳 可以啦 而且剛好把這個人口換出來 你知道嗎 把他全部換成蟑螂 兩百人口蟑螂 機會重 就是這一拳了 可是蘇人一攻一防 而且其實這一波 算是有被那個 他有被那個狗拖到貪物點 Sero看到囉 Sero看到囉 哇這個陣型 母湯 母湯母湯 這不是母湯 這是已經扛下去了 你知道嗎 撒不贏了啦 那個胎米點 那個胎米點 已經被那個狗拖過去了 哇這個狗真的太及時了 真的是穿著很精髓 如果剛剛那個狗沒有穿 就會被那個 頂上來真的不好 就會被頂上來 那個你在轉刺蛇 才出來沒幾隻的那個胎米點 其實那個正面是很弱的喔 被兩百人口蟑螂 可以頂到臉上 是打不到 欸欸欸 這個DD可以打到吧 可是沒有 他沒有視野 沒事野沒事野 有啦 他剛好 欸欸欸欸 欸 點後蟲吃後蟲 哇 我覺得尷尬喔 這個洞一定會好 而且外面是有個洞洞 進洞進洞 進洞進洞 噢 分兵分兵 考驗Sero分兵這個時候 沒有沒有 然後直接出來 然後站主控框 喔尷尬尷尬尷尷尬 哦 兩百人口 瞬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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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上最大要傳 動物大迁徙 再盡動 再走再走 再從另外一邊出來 誒 Sero 誒 誒 誒 這邊還沒掉耶 哈哈 來來來 掉掉掉另外一邊 刺蛇的移動速度好拉 不太舒服 還是不太行 還是不太行 再分一點 兵在主觀這邊 把這個蟲蟲給打掉 另外一邊的部隊數量感覺不成正比 部隊也有差異阿 部隊組成 攻防也差的太多了 攻防差太多了阿 這邊連弱的一公司要好了 但是人家的二宮已經要好啦 你還想開在這裡阿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我看你還可以開在哪 我看你還可以開在哪 攤開 正希帥攤開 Sero直接往前擠 有刺捨機會從輸出 兩坨部隊的整中間用50 換一下 用50分換一下 卡一下 我這個0點還可以吧 我是一個金礦50氣的 當兩邊一樣的口人在玩護衛的時候 中間突然蹦 有機會多試一下散開 就跟礦羅一樣 你在會戰的時候就殺滿礦羅 他是礦羅沒有仇恨值 崇洞好像也沒有仇恨值一開始 你可能會點到阿 對你可能會點到 因為衝動夠大阿 你有可能去點到 也是 這邊Rainer打著打著已經人口落後了 我突然有個想法阿 我現在蓋三個衝 把這個二礦跟三礦中間 直接一次開三個 把那個敵死 這邊色羅直接 衝了出去 覺得自己的部隊已經 完全可以勝過Rainer的主力部隊 算是體力砸 想要防守 但是走不掉 不要啦 哎呀好虧阿 這個22打 22打10就是平A都會贏 沒錯 而且色羅這邊還有大量的刺捨喔 這時候就把攤開 把沒有寫的蟑螂變成雀蟲 然後就會煥然一新喔 煥然一新 但是 掏不了一死的命運 往前 往前 210口 雷諾只剩160 全部頂得上去 哎呀 繼續拉繼續拉 後面部隊開始接上來 然後越差越多 越來越打不贏 兩攻兩防打 一攻 這個礦局感覺也沒有辦法堅持多久了 後續還在去蟑螂 但是沒有辦法 打不贏這個正面部隊 Rainer直接打出了 結局 雙方是贊成3比3平手 哇 不到最後一刻 沒有人知道路死誰手WC Winter 歐洲區的比賽 要來到最後一局 這一趟 真的是好家 在Zero有去穿那一波 這波給我放在家裡 就是廢物 他穿進去真的是拖到很多時間 真的耶 真的是救了他一命 大概拖了10秒有 我不只有 大概有20 那一個 那個20到20秒 包含了刺蛇的 射程 然後他還在多產了蠻多輪兵 他已經慘到 正常來說頂過去那一波200 對面好像原本 Zero 對對對 是有人口差距的 沒辦法掌握到那個 timing點上直接一局拿下 導致後續 Zero扛下之後 轉出自己的科技 以及攻防上的領先 把這個局勢搬了回來 到底行不行 到底行不行 這兩個人 就是要打得這麼激烈 這麼的刺激 每次都要站到最後一盤上面 在這個決賽上 雙方都持有 賽末點 誰在拿下這一分 就能 用奪啊 WC歐洲區的 冠軍啊 這個南瓜了 一萬兩千美 以及一千六百分的W47分 不好說啊 兩倍的獎金 以前一戰的冠軍是多少 兩千分 你說分數嗎 對啊 我來偷偷看一下 還是三千 三千對不對 莫急莫慌莫害怕 讓我看一看 好是三千 嗯 幹嘛幹嘛 我們家小朋友起床了 幹嘛 走開走開 他要跟你要那個野味的 欸我有幫你留一罐欸 你留一罐就是太可怕了吧 三千三千三千 對 三千分可以 讓你家小朋友 試一試 試一試 讓他有一種野味的感覺 嗯 讓他覺得自己在狩獵 對 我有幫揮 揮揮留個一兩罐 所以你是說有那個 有麵包蟲的那一種 對啊 我留了麵包蟲而已 哈哈哈哈 太醜了吧 真的是 滿滿的野味 很難 反正你們家小孩 不是什麼都吃過了嗎 讓他長一點不一樣的 真的是什麼都吃過欸 對對對 不過他最近是蠻挑嘴的 最近 除了罐頭 罐頭之外 他乾吃料都不濕 對啊 讓他吃一點不一樣的 搞不好他很喜歡喔 讓他吃一次野味的 他就愛你這樣 嗯 再也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以後 以後直接為他新鮮的麵包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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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毛骨手籃 好啦 回到比賽上喔 這邊 呃 六強的冒泡賽 冒泡賽上 目前是來到了最後一局啦 決賽 Ball7 Sero以及Rainer兩個人 站著你死我活 目前是3比3平手 然後 等一下就要來進行我們的 最終局 最終最終局 讓我稍微 喘口氣 咳 大家如果錯過 呃 稍早的比賽沒關係喔 待會在 呃 這一場比賽結束之後呢 我們轉部台也會 播放重播 大家如果 想要看重播的話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或是你可以點這個頻道VOD 去 去 收看一下 呃 稍早 或是昨天的比賽 呃 呃 也歡迎各位可以追隨一下 工作室的粉絲專頁 我們這次WCS WINTER的賽事呢 一路馬拉松 從一月初開始 一直到了 現在已經四月初了 經過了 三個月 我們終於要完成了 這次 驚人的創舉 媽 驚人的比賽 還真沒 還真沒遇過一個比賽 哈哈哈哈 呵呵 真正猛 真正猛 打了非常的久 一路從美洲區的海選 呃 32強 然後 16強 8強 呃 8強級6強 到今天 決賽終於要 冠軍終於要出爐了 哇 是不是怎樣 是不是把 沒有把雷諾發在眼裡啊 他直接造了一個Sero跟獎盃 欸 啊雷諾咧 沒有啊 雷諾已經被灌在獎盃裡面了 他的氣跟神都已經在獎盃裡面了 原來是這樣 台灣 台灣是會把人拿去做小 做點小破壞 他們直接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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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場比賽啊 最後一張地圖是來到了 新生衝突點 咱們就左下角 喔 我氣的方向是 我們世界冠軍 芬蘭蟲王 Sero 右上角 兩種方向是 義大利的16歲天才少年衝突 Rainer 最後一盤 看有沒有 國外的觀眾 新的可以講 再也不用再做小破 不用再做小破塊 做成獎盃就好啦 對不對 那麼美觀 對啊 還可以擺在展示台上 還瞬間受神 還不用被丟 真的耶 美美的 還會時不時的被拿出來炫耀 還會有人親你 對不對 多羨慕啊 太棒了吧 而且 拿冠軍的時候 那一刻還有去喝幾 哈哈哈哈 真的耶 大家都看著你 你是萬人足目的焦點 對 那麼的耀眼 做獎盃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又不是 對不對 你一定是用導播機去做這個東西 你一定有預覽畫面 你預覽畫面一定看得到 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鬼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我會 把這個東西 就是明知道沒有拍到 你還要把他送出去耶 天才 對吧 不然就是他導播機出bug 對 明明看有但是推出去卻沒了 說不定他按1變成2 按2變成1 按2變成1 他那個 躺緊 突然錯亂了 唉唷 這邊又一工狗 唉唷 雷若他掌握了今天 利BB的精髓 建議攻的就會先 先一攻 取得 聖機 欸 直接第二個BB 這戰術我好像 前幾天有看過 在上個禮拜的 那個 啊 啊 不過雷若這邊是沒有 家裡多殺一個 沒有還可以 後續轉型 看他走什麼 Saver這邊是直接選擇要出蟑螂 出了一點狗在前面偵查 看到這個劍毒蛇以及三隻後蟲毒口 進化室只有一個在轉型 有看到進化室在動 不過這個時間點 他再確認一下 等一下這個蟑螂槽一直沒有在動 不過他現在就是要猜到底是 到底是什麼東西 蟲洞還是後面在虛狗 那雷諾這邊是在虛狗 因為他剛剛是有提進戰的移工 看到了看到 看到了看到 但是Saver是抓四三龍的 Saver現在只能把三礦龍民全部拉回去 直接讀二礦 他唯一的方法都是這樣 因為這狗第一聲真的太大 快點朋友 阿 欸窗框回去 欸欸欸會死我 可以欸會死我 極佑奶粉是不是 欸겠다 狗出來 他那個狗兵穿過去我稍微救了 一公狗狗猛了 還沒救完啊 朋友 不是吧 這一排在我點上 死了八個農民 八個農民 但是下一波怎麼辦 沒有沒關係 他毒死啊 有啦 他毒死了吧 他沒毒 為什麼他覺得自己狗爆夠多嗎 等一下有一公啊 量好像沒有輸 輸一點點 又要利用一個陣型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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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又開始死農 又要死農民了 硬穿想要穿礦 這次要死很多農了你知道嗎 不行這樣現在才出來 沒有毒口 這邊直接打下GG Rainer是直接 在這一盤不到五分鐘 4比3 淘汰了我們的世界冠軍 拿下來這次WC Winter冬季賽 歐洲去的冠軍 年紀16歲的選手 打出了他生涯代表作 拿下第一個冠軍 應該17歲了吧 欸我看DV還是16 過了一年 過了一年沒有長大嗎 沒有啊他不是7月生的嗎 對耶 對啊還是16 不過這邊我覺得是Sero太 太拚了啦 他剛剛那邊就不應該 繼續爆狗然後追出去 他其實就毒死然後 他還能打吧 對啊他剛剛毒死了 在家裡面他還足足領先實技能 而且 他毒死 然後出蟑螂 然後看你後面要怎麼打都可以 我覺得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這麼拚 直接爆狗追出去 我覺得爆狗追出去很不理智 因為你攻防守了你那種狗 就不見得咬的贏啊 對啊而且Rena其實後面 是完全沒有在 打算運營的 他是狗全部打到底 這怎樣是卡OK是不是 Rena其實就 他就其實23種還24種 那個農民樹只要是打下來 唉真的有點太平了 這狗的數量其實 後續Sero產出來的防守的狗 看起來 這樣看起來是差不多 但是對面是有一攻的喔 那個一咬一瞬間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欸 Sero的兵敗如山倒 那一波想要賭門的口是直接被咬退 那一咬退的情況下 拉農其實也很難守啊 還有那個第一波那邊 他農民拉出來 嗯 那邊其實 退的 也是有點早啊 如果他那邊已經 要等去 如果他等確定全部的狗都行完再退 嗯 農民再退回去的話 我覺得 應該是最穩的 然後再毒死 應該就結束了 我覺得是完全有機會守下來的 對啊 我覺得真的是Sero這邊太平 而且第一波 第一波你還記得那個後蟲被衝開來 那就是那邊應該是要守住啊 因為那邊 Sero的那個農民太早 太早拉回去啊 的確 對 哎呀 真的是很可惜耶 太可惜了 沒有啊 欸 我記得Winter應該是沒有保送嘉年華的 這只是有分數 對 只有WC是Winter 這積分啊 所以沒有保送嘉年華 因為 WC Winter是有分每週區跟歐洲區啊 兩個冠軍 對 所以他跟其他的分戰的賽事其實不太一樣 他這次是限 只有獎金跟 WC的分數這樣子 對 那剛剛也可以看到 嘿 基本上你這分數拿下來就跟進這樣 偏舒服啦 對啊 因為1600分 去年 去年嘉年華第八名進去 不是 那不能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第一名就加起來分數就是 全部後面全部加起來你知道嗎 就是全部的第一名的分數都已經 對啊 可是 我覺得今年應該也差不多是這種 應該說往年 你還記得在前一年甚至 前一年怎樣 在前一年啊 就是沒有 分數沒有2000分 好像都有機會進 哦對啊 就是 其實你拿一個 這個1600分後續你 你不要太落賽 對啊 基本上 都是挺舒服的 跟保送沒什麼兩樣 這個分數真的算蠻一樣的 的確 剛剛也可以看到 雷諾是高舉獎盃啊 而且他笑得很開心 完全全就是一個 開心的高中生的感覺 生涯的代表座 終於展現出來 在這個WC Winter 冬地賽的賽場上 4比3 擊敗了 自己所崇拜的偶像 Sero 世界冠軍 ZBZ 戰勢在WCMontreal Montreal沒有成功能擊敗 Sero 隱恨 最後是3比4 那沒關係 這次終於是一雪前十 把機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拿下這次的冠軍 我是很想聽 他到底在說什麼啦 對不對 跟獎盃的形狀 然後配合他這個手 有點不堪 怎樣 你又怎樣 你很奇怪 這樣不在前面 有點不堪 真的是 收不了 他那個Logo是 立體的 對不對 是嗎 還是只是影片 那個印刷 嗯 看起來不太香 雖然我是覺得啦 剛剛應該要有人 就是 就是 撒個 撒個花 之類的 把他拉個 拉個那個 拉個泡 對拉個泡 拉個泡 撒個花 燈光來一點 對 我跟你講 肯定是因為這一次在那個 你說他們轉播得進那個地方嗎 沒有 絕對沒有人想掃地 那個 那個掃要掃到不知道明哥幾年 沒有感覺 唉 我是覺得他剛剛 握獎盃的感覺很像 站在那個 卡拉OK的舞台上 哈哈 你說我們的新句點 有點怪怪的 我的氣氛沒有受到感染啊 對 當然他的表 他的表現是有感染到我 但是 他舉獎盃的那一刻 他沒有讓我覺得很震撼 呵呵 但是我覺得其實今年雷諾的這些 他目前的打法我覺得是跟去年有點不太一樣 去年他幾乎都是存品影韻 可是今年 一波的東西其實有變多 戰術性的東西變多 對 所以如果他今年想要繼續 保持好成績 然後他想要一直用這種戰術性的東西 他就要一直變成說他要一直去 推陳出新 我們要出新產品 對 到底有什麼新的好打法可以做 嗯 因為Zero Zero這邊很明顯還是很危機 嗯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遇到Raden 這種 這種有時候你真的是 尤其是內戰啊 你有時候突然被打中 你沒有料想不到一波 是真的很難 嗯 沒錯 那雷諾這邊 真的算 這次其實我覺得這個冠軍有一點 也有一點運氣成分在裡面 嗯 所以看起來是 呃 贏的這幾場 我老講 其實Zero不是沒有機會 應該說這兩個人實力就差不多吧 就是ZBZ的內戰上面 就是都是有機會的 可能就只差那麼一點點 有時候有時候就是運氣的運氣層面 或者是說一些超級小的細節 有沒有去掌握到 或是反應到 都是差非常多的 因為這兩個人感覺在內戰上 都有一定程度的發揮及水準 對 我是覺得 Zero在內戰有時候要打 更侵略一點 嗯 你不能說 因為今天這幾場 這七場看下來 Zero幾乎都是處在一個比較 比較被動的局面 被動的情況下在打的 對 他只要一被動就比較容易輸 你看可以看到他贏的這幾場 呃 基本上都是主動的 才拿下這個分數 他幾乎都是 我先 反正我就加一攻 然後 中後期看我要怎麼多線 可是 欸 如果今天根本就沒有想要跟你打 龍 就開始 可能就開始暴兵 或者是甚至更早的 像最後一場這個 一個二級龍 最少要把你打死 那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 Zero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他後面 如果 也去放一些 比較一波的東西 因為 有時候一波對一波 兩邊如果是不同的一波打起來 當然會有所謂的 還是會有所謂的那一種 對啊 如果今天 對手知道 你也有可能放我一波 他可能就不敢打 你看他剛最後一場 如果 如果 雖然Zero是一個 會一直撒爆狗 跟毒爆狗 去A你的 那你怎麼可能敢這樣子 一直出那個 出一公狗 然後這樣就撒 那個打下來機率 就不一定很高 但是問題就是 今天 他很確定Zero就是出蛋 所以我就太開心心的 太開心心的 把我想做的東西做出來 然後A到你家 贏的就贏的輸了 不過最早是過去 不會遇到 不想遇到的東西 嗯 一定是他想要的局面 沒錯 好 那這邊也是 再次恭喜Rainer 在WC Winter 歐洲區上面 奪冠了 4比3 這也是他近期的第二個冠軍 恭喜他 感覺今年的發揮 前途無量 看在接下來的WC Spring 春季賽上面 是不是能有 持續更火燙更好的發揮 我們也是拭目以待 那我們今天的轉播 也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如果各位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轉播的話 請按一下Twitch 或是YouTube頻道 右上角訂閱或追隨 然後不想錯過公眾室未來的 更多的轉播動態 或是想給我們一些內容上的建議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Facebook粉專頁 或是到我們的Discord群中 與我們互動及聯繫 再次感謝 各位觀眾 耐心的收看 我是劍主AZ 我是ZIP 我們就下次轉播見啦 大家掰掰 下禮拜六 WCS 線下 WCS Spring的線下 台北電競館再見啦 大家掰 我們要不把 Vanely City Vanely G AZ Each Each Why 雖然 也 只能不能落伏 Ged 我可以再去一隻艦隊和我會殺你 或我可能會殺你現在 我看那是個事 沙瑞做了它 而且他又往上 他開始了 他就直接被困了 他就被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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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就被困了 但他就被困了 所以他就被困了 他就被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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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人的玻璃圾 接着一人的玻璃圾 跟其他人的玻璃圾 跟其他人的玻璃圾 不负了 和其他人的玻璃圾 有雷璃圾 不负了 和其他人的玻璃圾 找到WCSWinTER 他就没关系 可是玻璃圾 和其他人的玻璃圾 但是不准幾 只有2 是的 这仍然看起来 Rainer跟那1 能够能够能够 但Seryl 是近期的 Roch 是近期的 XtraQueens 他现在在 Drones 那是 KillCount Rainer 那是 Rainer Rainer